继续要来看到的是 4月份因为有儿童节 也让4月被高雄市社会局的 妇幼青少年馆 选择成为儿童月 而且呢 他们特别挑了感恩来作为主题 就是要请小朋友 来说说看心目中最感谢的人是谁 而短短的几天 募集感谢的卡片 就有好几百张 妈妈我爱你 尽管只是同言同语 还是可以看出妈妈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怀着感恩 小朋友大声说出对妈妈的爱 原来这是妇幼青少年馆 针对4月儿童月举办的感谢卡活动 其中有一半的感谢卡 对象都是母亲 而最特别的就是有位小女孩 把对狗狗的思念写成卡片来表达 当我看到里面的那一页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个小妹妹 她是要谢谢陪伴了 她很多年的一个宠物 一只小狗这样子 可是这只小狗过世了 可是她仍然非常的感谢这只小狗 平常都陪她玩 带给她很多快乐 这是我们收到最特别的一张卡片 图画中可以看到小朋友和狗狗 亲密互动的情感 而这样借由文字和图画的呈现 的确能让孩子从小培养感恩回馈的心 社会局富佑青少年馆这边在4月份的儿童月 特别在整个月份有推出365个谢谢你感谢卡的活动 那我们是希望呢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能够鼓励大朋友小朋友亲子能够一起来对于周边的人事物来表达感谢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回来的卡片总共大概有400多张 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朋友谢谢照顾 平常照顾她的家人 那有大概200多张的小朋友 其实是都是谢谢她的妈妈 来自各地几百张感恩卡 全部挂在富佑馆的大厅 每一张卡片都是一颗知足感恩的心 还有小朋友用实际行动来表达 那你想最常做的是什么 最常做的 插桌子 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每天 笨一个礼拜 想替妈妈昏忧解牢 小朋友拿起某布猛擦桌椅 模样既可爱又天真 也让感谢塔普洞变得更加具有意义 港度新闻德志善采访报导 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 怎么样